好 直播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今天是帶大家正式的開箱 他的競選總部 但是大家相當關心的是 藍白河整合的進度 因為國民黨的侯友宜說 明天星期五就是最後一天 給柯文哲下通牒 而且還說火車過了是不等人的 但是今天柯文哲一直沒有回答說 到底會不會上這一班車 但是他倒是提到了 因為之前朱立英有說在兩黨 要在互相支援立委席次的方面 他說要先把這個總統的部分 先整合好 才能夠繼續談立委互相支援 今天柯文哲要怎麼回應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整合好 但是未來立委又要怎麼來合作呢 來看一下柯文哲他的最新回應 對我來講 當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合作 這第一點 為什麼 完全一樣 那乾脆就變成同一個黨就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但是也不應該用某一個去綁架 所有其他的 這是我的態度 那我相信朱主席應該也會認同 這個理念 但是這樣 所以要跟大家講 在台灣的歷史上 我們從來沒有聯合政府的權力 所以有時候在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磨合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 台灣民主政治在往前走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小挫折 小波蘭 總是 我還是相信台灣的民主會繼續往前進 但是在過程當中 一定會遇到一些問題 另外因為在這個整合期間 其實柯文哲跟侯友宜 他們之前有見過面 在他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就傳出 柯文哲對侯友宜說 說就算是韓國瑜或是柯真 都比侯友宜還要強 現在這個說法被傳得出來之後 柯文哲今天是說 這到底是誰說的 因為當時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就只有他們兩個人在 到底是誰把這個對話給流出去 而且這個對話到底是有沒有失真 所以他今天是很 對這一段話是有點質疑 而且是說 並沒有還原事實的部分 只是今天也傳出他到 鴻海的創辦人郭台銘家裡 兩個人聊了一些什麼呢 柯文哲說跟郭台銘 來請教一些財經方面的議題 而郭台銘這邊還特別煮了素菜給他吃 主播